下面请您欣赏相声P三国表演者张德武 刘远 给您换一场 说二字拆开两个衣 一天你穿笑衣 一天你穿瘦衣 听见什么了就好 您这算上一段的翻场是怎么着 接着说 换了人了 介绍一下 我叫张德武 这位演员呢 刘远 不不 您比如那是小王本你知道吗 绿的那家呢 洗了 刘远洗了 刘远 要立下来了是吗 您就别别比划了 单说 单说你就叫这个吧 叫哪个吧 您说清楚了 刘远怎么着 没有比刘远 单说 刘远 刘远 刘老师 不敢当 我们后台的捧跟演员 是 哪都好啊 就是不应该来今天这一场 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 今天这叫什么 文跟专场 是啊 文跟的 这演员一上 这有文化 没文化 我就上了一般穿灰绿带 我怎么就没文化的呢 你看我们后台有好多演员 你何韵伟 中央民族大学毕业 这介绍出来好听 吕京 北京工业大学毕业 刘云天 中国戏剧学院毕业 这介绍出来好听啊 我介绍出来就不好听是吗 介绍你行吗 可以介绍我呀 实话实说 对呀 刘远 曾受过九年义务教育 不是你等会吧 不过他这九年都是在小学完成的 好嘛 越说越回去了 等上到第十年的时候 他三年级那班主任实在受不了了 十年我才念了三年级是吗 把家长找来了 哎呀喝 您的孩子留言在我们学校啊 已经老么些个年头了 可不是吗 被学校评为最熟悉的面孔 我都熬死六个校长了 我们跟现任校长上来好了 开一个小学一业证书 您在他直接找一班上得了 说下来了 你等会 你等会 小学有一业吗 你一业 什么一业呀 您别胡说行吗 这都是实话实话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班毕业的 你 多欣欣呢 中系的 是啊 中系要你 中系能要你 你收起您这副丑我嘴脸了先 中系就要我了 甭说 交钱上的 对不对 现在上学都交钱 没工费了 不是 我说那意思 别人正常 交一万 一学年 你得交两万 对不对 对不对 交两万 对对对 那一万能让食堂收走了 哪瞧啊 挺聪明 什么挺聪明的 这人哪都 聪明 聪明 好读书吗 我喜欢读书 跟我比 跟您比 我好读书 是文根专长吗 那是 说是读书的事 好 您说不 不太服 您都读过什么书啊 多了 我这一说一大套 你信吗 不信 三国列国东西汉 水浒辽斋记公传 西游记石头记 三二拍彭关 这我都读过 不是您读这都是古典名著啊 怎么了 古典名著怎么了 就老看古书啊 现代书也读啊 您都读什么呀 我给你点几个作家 您说上 过去有一个什么 沈从文 有有有 写过一个编程 有有有 冬公啊 名著 编程 是是 沈从文的 还有一个 钱钟书 有 写过一个围城 对对对 名著 是是是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石中山 写过一个 这改成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叫什么 儿子进城 不对不对 这书名您记唱 这叫爸爸进城 哦 这读书多了也行占便宜是吗 小了吗 什么巧了呀 父亲进城 对对对 我还读这个像什么 王硕的作品 这人不疯了吗 这人 不不不 我是说读他疯以前的那个 您都读过什么作品呢 空中小姐 好好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哦 是是是是 过把瘾就死 有有有 还有最快真实口那个 哪个 我是你 等等等等 我替您说这个 我是你爸爸 嘿 哎 对了 就这跟这文人们 手慢一点 就让他占了便宜去 我跟你说吧 超回来了 什么超回来了 我爱跟您聊天 我不爱跟您聊 没您读的书这么多 您读过什么书 我长大个子 我就喜欢看三国 哦 您喜欢看三国 您看我这这么大肚子啊 我这四尺的腰里面都是三国 都是三国 我就喜欢读三国 别的我不爱看 这里都是三国 那你这下水搁哪 搁三国底下呀 没听说过 三国就算结实了吗 这不是 你是三国是三路啊你 这文人还神还关心实事 这个 那是 一肚子都是三国 都是三国 就喜欢看三国 那问你一个问题吧 你随便 当着各位观众问你问题啊 你说三国这部书 它为什么叫三国 哎 这问题深了 我以为这文文派说的演员都多强 提了问题 武大郎放风筝 出手就不高这个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记住了 为什么叫三国 知道吗 三个国家 魏蜀吾 故此称为三国 啊 宝贝 记着吧 魏蜀吾 对啊 那不对啊 怎么呢 你开头看那文章 那小说一开头 十八路诸侯 陶总国 十八路诸侯 他怎么不叫十八国呀 那十八路诸侯都没成事嘛 最后称帝的不就仨嘛 不对啊 最后祥孙号三分归一统 他怎么不叫一国呀 那说个什么 人就得叫三国 哪段叫三国 那你说哪段应该叫三国呀 你这个不对 为什么叫三国 我考证过啊 就是这本书里 带三字的内容特别多 您具体给说说我听见 头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杰益 桃园三杰益 有有有有 最后祥孙号三分归一统 是是是三国归近了 虎劳关三英战旅部 是 陶公主三让徐州 有 三气周瑜 三打朱家庄 是 三打白骨精 四度赤水 有三路奶粉 没有啊这里头 你怎么又提这个 废话 哪有 怎么还四度赤水呢 我就说带三字的目归特别多 后面那几个没有 是是是是 这是明的啊 还有暗的呢 还什么是暗的啊 有三不明 听说过吗 没听过 三国里边有这么三个人物啊 头一个 有姓无名 第二个 有名无姓 第三个 无名无姓 您具体一个一个给说什么 有姓无名是哪个呀 有姓无名啊 东吴的乔国老 就是大乔小乔的父亲 有姓 没有名 不是您不胡说 不都说乔国老吗 乔国老怎么了 这不乔国老吗 姓乔明国老 对多好听的名字呀 国老是官名 东吴的国障 那不是人名 叫国老的吗 有有 他叫乔玄 乔玄 乔玄 听京戏听多了吧 听这龙凤城墙 甘洛寺 马上梁一出了一道白 老夫乔孙 是吧 对对对 乔玄吗 为什么 你在三国里看见过吗 哎呦 明文上是没有 没有这个 为什么呢 他编戏 必然得给主人公编一名字 哦是啊 老夫乔 乔什么 乔你 不行吗 乔我干嘛 怪难看 他就得起一名 乔玄 就说他这个名字 在那儿玄着呢 哦 这没定案呢 这个 哎对了 那二一个是 是什么呀 有名 无姓 这是谁呀 貂蝉 美女貂蝉 有名 无姓 这不姓貂名蝉吗 姓貂名蝉 你见过有姓那水雕的那雕的 什么学问呢 小学一夜 背不住这门在历史的长河中绝乎了呢 就没了 没什么事 我考证过 雕蝉是什么呀 汉代官员的官帽 叫雕蝉 啊 就是帽子呀 哎 就说这姑娘小名叫帽子 他爸也真真会骑 这 而且啊 据我考证汉代官员啊 这个 由于品级不同 哦 帽子的颜色都不一样 还有区别 官员 啊 汉寿亭侯 啊 是是 鹰歌绿 哎 绿的 对 给您来一貂蝉吧 绿的 不不不 啊 我拿一貂蝉改一大褂是绿的 有名无姓是貂蝉 那没名没姓是谁呀 没名没 都游 张义德怒鞭都游 哦 鞭打都游 哎 都游也是官名 哦 这人姓什么叫什么都不出帐 出来由于清漫刘备 让张飞抱猜一顿回去了 从此再也不出现了 哦 就没这人物了 确实 他出来就被挨揍 这多倒霉 你说说啊 是 无名无姓 哦 是是是 哎 不过跟您一聊天啊 我发现了 怎么着 您对这个三国还是真有研究 没干 你就一度都是三国 又 又来了是不是 再靠你简单的 您说说说 三国这部书里 你认为谁能耐最大 我觉得关羽 关云长能耐最大 关羽有什么能耐 过五官斩六将 水烟七军 这多的能 单刀附会 多的能耐呀 虎劳官知道吗 虎劳官知道 三英战吕布 刘关张 哥仨打不过人 吕布一个人 这能耐大 这是能耐最大 那吕布能耐大 吕布有什么能耐啊 有那么句话 马中赤兔 人中吕布嘛 吕布能耐最大 吕布能耐要大 为什么白门楼上 曹操给弄死呢 那曹操能耐大 曹操能耐大 对 曹操有什么能耐 歇天子以令诸侯啊 是不是 曹操能耐最大 歇天子以令诸侯 对对对 率领着83万人马 51元战将 被周瑜七万多人给打败了 这能耐大 那周瑜能耐大 周瑜什么能耐 七岁西文 九岁西武 一十三岁 官拜水军都督啊 你接着往下背啊 统领千军万马 执掌六军 八十一周之兵权 只我会这个 你这背完了 施苦肉 献连环 季东风 解雕陵 火烧 没完了 没了了 你不让我背他吗 我这后台都会背 你知道吗 是周瑜能耐大呀 周瑜能耐大 为什么在柴桑关上 诸葛亮气得吐血而亡 那诸葛亮能耐大 诸葛亮能耐大 对 六出其山都被司马懿打回去了 司马懿能耐大 司马懿能耐大 在曹子上长期得不到重用 那曹操能耐大 曹操能耐大 皇上道怎么给关羽跪下了 那关羽能耐大 关羽能耐大 哥仨打不过人一个人 说谁能耐大 说 我看您能耐最大 怎么的 您把我问住了吗 这不 来回来去的绕啊 这不是 人各有所长 哦 是啊 咱就说关羽这人 关羽长 你觉得关羽这人怎么样 好 好什么 真英雄 真英雄 关羽在民间享受最大的相活 是啊 是不是 对 其实关羽这人有毛病 有什么毛病 关羽这人啊 沾染了酒色财气 酒色财气 对了 我觉得不能吧 怎么呢 你先说这酒 酒 温酒斩滑熊 是不是酒 人家是形容杀得快 那酒还没凉呢 对啊 为什么呀 就为摊这杯 出去滴了一刀 登登登出去 把脑袋砍下来喝这杯酒 沾酒了 这就算沾酒了 沾酒了 那色呢 色 关羽归汉之后 曹子赏给他十二名歌迹 这不色吗 人家没要送后院 伺候黄嫂去了 送后院 伺候黄嫂去了 对呀 黄嫂住后院 关羽住前院 是啊 白天伺候黄嫂 晚上叫个俩来伺候他 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知道叫个俩来呢 可说呢 我考证过 哪写着这个 沾女色 这就算沾女色了 对了 那财呢 上马金下马银 那不是财 人家不没要吗 没要 对呀 挂印封金 是啊 他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呀 千里走单旗 带那么多金银带不走 沉的好 那是啊 那怎么办呢 带不走 他虽然金银没带 是啊 他带卡呀 对不 撂下 撂下 没地刷去 那是不连王知道吗 那汉朝有卡吗 那时候 银票 银票有卡 您说银票 带银票 往鞋里塞 走着 这您又考证了 那是 那气呢 气 不生气能杀人吗 水烟气军的杀了多少人 关于杀多少人 过五官斩料酱 一刀一个 扑扑扑 能不生气吗 再说关于那脸怎么红的 怎么红的 生气憋的 我还得少生点气 有才气都沾了 另外关于这人失败成功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不知道 不不不知道 关于这人成功 是因为合作者好 失败同样是因为合作者 关平周苍 不不不 关平那是儿子 周苍那是给扛刀的 不是 那谁是合作者呢 关于的合作者 赤兔马 我们那马中赤兔 千里走单旗 就靠着马快刀旗 是啊 所以他能成功 轻使标明 是是 但是失败也是因为这匹马 为什么呢 不善待这匹马 怎么不善待了 你咱算账啊 一算账就明白了 是是 这匹马谁的 谁的 董卓给吕布的 对不对 对 当时已经是成年马了 咱就算他一岁 一岁啊 后来呢 屯土山 关公归汉以后 关公呢 当时是三十五六岁 是 这马呢 已经是十五六岁了 到了走卖城的时候 过了许多年 这关公呢 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 六十了 这马呢 已经三十五岁了 这三十五岁完了 什么玩意 您等会儿呢 郭德纲三十五正火 马呢正当年吗 那不是 对不对 你说那是人 我说那是畜生 不是 您说是这个是畜生啊 是那个是畜生啊 那可就在后台的那个啊 我没说吧 我没说 您说明白了啊 我说明白了啊 是啊 我考证过 马的三十多岁啊 三十五岁啊 就相当于人的一百三十八岁 哎 你走不走吗 一个六十来岁的关羽 扛着一八十多斤中的 再骑一百三十多岁的大马出来 能不能让人逮着吗 你这 这帐头你得清楚啊 他不如轮椅跑得快的那吧 那是 所以关羽死了以后 在民间享受香火很旺 啊是 从这汉寿亭后 历代帝王家以封 历代历代封 最后封到什么 什么呀 微远伏摸大地 那是关帝 哎对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关羽的塑像 关帝庙嘛 而且还什么都保 啊是 既保求财 还保求子什么都保 是是是 实际上关羽没那么大能的 是吗 哎那当然了 像他这种 沾染了酒色财气的人 死后都进不了天庭 哟 还进不了天庭 那是 那怎么回事啊 我看过一传说 啊 给老和尚跟我讲的 哦 说关羽啊 到了南天门门口上 啊 被守天门的神将给拦住了 哦给拦下来了 哎 守天门神将非常了不起 哦 哎 龙生九种种种不同了 啊 有一种龙子 叫 碧玺 哦 碧玺 知道碧玺吗 不知道 就是庙里托石碑那 王吧 就是龙子碧玺 哦 这就叫碧玺 不能瞎叫啊 哦 是 不能瞎叫 到那 这碧玺啊 那 快 不是 您等会吧 您这是碧玺啊 您这是交警啊 您这是 不许误入交警啊 谁误入交警啊 您瞎这手是 靠边停 不是让他靠边停车 还开着车去的是吗 轮驾 轮驾 停下车驾 关公一抄这口 青龙燕一遭就过来了 哦 是 因何阻拦于我 你知道我谁吗 是啊 必喜说了 你不就关公吗 啊 对啊 你知道我在民间 有多盛的香火吗 是 你压不就中医吗 压中医 这必喜压在北京生的是吗 咱就这意思吧 不管说什么了 啊啊啊 关公说你为何不让我进去 是啊 天庭有止 凡沾染酒色财气者 一律不担 善入天庭 有 关公说我能沾染酒色财气吗 是啊 必喜一一给点出来 温酒斩化熊 你占了一个酒字 嘿 收十二名歌迹 你占了一个色字 上马金下马银 你占了一个财子 水烟七军 你占了一个弃子 凡是酒色财气都沾染者 天庭静止入内 有 关羽一听真急了 我残梅一树 凤眼一睁 拿过千龙青龙燕燕刀了 就要杀人 就要大开杀戒 这是关平拦着 哦 关平 副帅修发雷霆之怒 战兮虎狼之威 哦是 您千万别跟这个避袭理论 对 他呀熟读三国 通读三国 就这个王八呀 他一肚子三国 去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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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